劳动部近期不断向外释出 劳保年金改革的讯息 看来劳工这一块 也将继军公教之后 走上年金被改革的命运 那劳保年金会如何改 事关上千万劳工退休的权益 会有什么影响 那劳工又该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今天让我来告诉你 欢迎收看Today大头家 我是阮木华 今天的主题版我们来看 改革完军公教之后再改劳工 劳保年金终于轮到要被革了吗 那劳保基金要破产 劳保年金要如何改革 那改革的方向又是什么 千万劳工的权益到底摆哪里 那为了劳保年金的改革 8月劳动部再搬出 劳保基金财务状况当作诉求 那说辞不外乎 劳保年金给付 从2009年的64.25亿 一直失控走高 去年达到2553亿 劳保保费一年大约收入只有4000亿 那光是退休金劳工领走一年就是2553亿 那超过了一半 剩下还要给付屡主年金 失能年金等其他的普通事故保险 那未来劳保年金给付还会越滚越大 那很快就会吃光劳保保费的收入 那另外劳动部还搬出了非改不可的数据是 劳保50年未提存的潜藏负债持续增加到9.11兆 财务破产年限由2015年精算的2027年提前一年到2026年 去年劳保潜藏负债已经破10兆了 说的这么可怕 代表劳动部是铁了青 即将推动劳保年金的改革了 目前劳保年金月均领额大概只有17000元 那大家一定会问说啊 如果劳工少少的退休金终究要被一改再改 那么这次改革会朝什么方向呢 我的权益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首先目前劳保投入总人数是1048万多人 今年上半年有133万退休劳工月领年金 那劳动部确定啊 劳保年金改革将数级既往 也就是目前领年金133万的劳工也会受到影响 月退金将会被调降 除此之外 劳保改革也会从费率调升 调整年资给付率 以及呢 拉长平均薪资采计期间这三个方向来考量 那就这三个项目 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后面这两项 因为它涉及了退休金计算公式的基础 等于说呢 迁一法动全身 基数越低领的就越少 那除了少领之外呢 改革的方向还会多较 这部分呢 今年起 劳保费率又再次提高了0.5个百分点 现在的保费率是10% 加继就业安定费1%就是11% 那未来每两年还要再调升0.5个百分点 到上限12% 虽然劳动部宣称0.5个百分点 只会让劳工每个月增加30块的支出 但问题是 雇主跟政府的支出同步增加不说 劳工本来领的退休金就不多了 那多角之下恐怕很多人也不太甘愿 更何况未来的上限12%的天花板 还有可能会被打破了 多角就算了 对劳工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刚刚提到的扫领 未来改革方向影响最大的是 退休金给付率的调降 跟拉长平均薪资计算期间这两项 那2008年呢 立法院修改劳保条例的当时 虽然政府把劳保给付率大降到1.1% 但最后呢被立委瞧到1.55成案 劳保老年给付 以每年1.55的年资给付率来计算 假设工作满30年 所得替代率呢 就是1.55乘以30 等于46.5% 所以这一块呢 如果被调降 就会直接大幅度的影响到所得替代率 那其次呢 现行年资给付率是1.55% 平均薪资采计期间是60个月 那劳动部认为超出合理范围 劳动部拿出国外都是采计终身 或是25年说平均薪资 现行劳保年金采计期间呢 是退休前的60个月的平均薪资计算 那劳动部认为这项采计方式呢 会导致劳工在要领年金之前 去调高劳保薪资 来个偷吃步 那问题是 并不是所有劳工都会这么做 那劳动部这么说 也太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了 那劳动部长甚至认为说 劳保制度不合理之处 就是劳工 缴少领多CP值高 缴30年保费 领回的钱所得替代率是46% 缴40年 所得替代率高达62% 都高于OECD国家 看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心酸酸呢 台湾有什么高过OECD国家的呢 有这一项不好吗 还要自认为台湾样样都得低于先进 以开发国家的水平吗 看来我们的劳动部是这样的想法 广大的劳工朋友们得自求多福了 只有早一点准备自己规划的退休金 才是智力救济的方法 请您看完之后 按赞分享加订阅 也请您赶快去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这样子每天重要的新闻 以及我们的节目 就能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如果你出过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 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到LINE TODAY的理财栏目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影片了 TODAY大头家 天天带你掌握最新的金融卖动 与财经讯息 我是阮木华 我们明天见